亚伯拉罕在弥索多伯达米的情形 绝对不像我们想象那样的可怜 绝对不像19世纪肤浅的新派神秀家那样的武断 在这个Wellhausen 在这个JEDB的这种新派思想家的史诗观念中间 他们的宗教是进化了 所以这样一神论是最后最高峰的一个果效 而原先都是从精灵教 从拜物教慢慢进化变成一神论的道德宗教 不但如此 他们认为大卫的时代没有文体诗篇的可能 在亚伯拉的时代更没有文学的可能 因为当时的人是文化很低落之后 但是这个论断是完全全错误的 上帝有时让那些不知羞耻 夜郎自大的人开口说傻话 过了一段时间 在用仇定的口误建立他自己的荣耀 把这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大德 完全不能建立起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家给我们看到的图画完全不一样 米苏多大米在七八千年间文化高超到一个地步 当时的社会制度 当时的公益比我们中国的包工更严谨的 以牙还牙 以言还言 反之犯罪的都应当以公益制裁他 如果你进到英国大英包馆 同到罗浮宫法国的最重要的包馆里面 你看见有两块重要的石头 一块叫做哈摩拉比斯东 另外一块叫罗西塔斯东 哈摩拉比斯东就在米苏多波达米发现的 罗西塔斯东是在埃及发现的 这就是几千年以前 在当时的诉说里面 提到人文化高到一个怎样的地步 亚伯拉人所处的时代 是个文明非常发达的时代 因为从所遗留下来的考古学的精子 可以找出他们的提炼精子的纯切度 超过现在的999的London的黄金 24K的 所以20世纪这些重要的发现 给我们看见19世纪的那些新派神学家 自己挂上知识分子的高帽 轻看那些有信仰而没有神学的人 他们乃是无羞耻地自显他们自己的意味同肤浅 到了20世纪 神就借着非基督徒的考古学家 证明圣经的话都是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考古学家 他有八年的时间 把这个米苏波大米所找出了一个硕情 从头从支离破坠的中间 整顿到完全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的艺术的造诣 他们雕工的精细 一点不属于现在最伟大的艺术品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但如此 在米苏波大米找到的房子 有得到200房间那么大 那些最有钱的人 财主 贵族 封王的那些社会的领袖 他们房子大得不得了 现在把台北最有钱的人的房子跟他比 都是相形建筑的 不但如此 亚伯拉罕很可能 就是在其中一个 这些房子 普通的 比较大的 有65个房间 最多的有差不多200个房间 如果亚伯拉罕有65个房间 那他一定不是个普通的人 你说怎么可能 我问你怎么不可能 亚伯拉罕家里有318个壮天 要睡在哪里 所以圣经这些记载 现在考古学的文和 告诉我们神的话 不是可以随便解释 也不是像今天许多不负责的理恩派 用感情代替真理 把教会搞成只有量 没有知 只有形色 没有上帝的道德信仰的一个地方 Turch as an entertainment center Not a study center Not a devotional center 然后再把形色上的敬拜赞美 修了一套代替真正的敬拜和敬虔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